就有医师在脸书po文提醒 接种莫德纳疫苗后 身体注射玻尿酸等填充物的地方 可能会出现肿胀情况 我们打疫苗的时候 引发我们全身的免疫反应 就是打在你皮肤下面的一些填充物 也是会引起的局部的肿胀的感觉 美国PTA研究报告指出 莫德纳第三期临床实验时 三万人中有三名女性 在注射完疫苗后的24到48小时 打过填充物的部位 出现局部肿胀情况 发生几率是百分之零点零一 是十分罕见的副作用 不只玻尿酸 其他填充物也有可能发生 所以填充物包括什么 就是你身上所有放进去的填充物 不过也有医师认为 mRNA疫苗本来就容易引发 身体免疫反应造成皮肤肿胀 难以判断和填充物 到底有没有直接关联 你如果打莫德纳或是辉瑞 本身经营起的过敏 就会有这种肿胀的现象 所以你不一定要把那乖 这次跟玻尿酸有相关 医师表示这类副作用 都只是暂时的 如果真的发生 也不用太担心 持疗治疗很快就能恢复原状 三连新闻 曹生章 张展智 孙宇丽 台中报道